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心从无迷惑 当我认定对好经过 相信不闪躲 你那眼神清晨 好想星辰拥抱辽阔 黯然去划过 今夜都亮了 光芒之中不沉默 我听见你跳动的摆驳 就算夜幕会奔波 爱怎么可能想略过 遇见你跳动的轮廓 小孩熟悉的巨人 没有理由不寂寞 连连余生都要你陪着我 你输了 你输了 你注意点心下旁边人的路 学会了吗 并不厌债 你晃神了 学会了 我听你不要太过分啊 我这招怎么样 新一姐 你一定要这样去做吗 我决定要再试一次 好 好 各位下午好 我们清一节请大家喝咖啡 来来来来来 欢迎欢迎高小姐来了 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高姐 谢谢高姐 我买了点咖啡小点心 犒劳大家 清澈忙起工作来啊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大家都担待哦 再一次感谢啊 感谢感谢 谢谢 谢谢啊 没有啊 苏队平时对我们很好啊 说什么呢 高小姐得么更好 高小姐今天来查岗 哪有 我对清澈百分之百放心 你们苏队呢 她在训练室 对 和凤医生在一起训练 我去找哥哥 你在这儿等我 哥哥 中途恍神兵不厌诈 你教我的 哥哥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不用扶 不用扶啊 怎么哪儿都有她 这就叫阴魂不散 苏队长这下 可有的瘦了 星辰姐 就算是练习 也要注意安全 万一出事可怎么办啊 秦英我没事 你先下去去吧 你清澈哥哥是同藏铁壁 耐摔耐打 你不知道啊 星辰姐 辛苦你今天和清澈一起训练了 刚才我的话关心则乱 你不要放在心上哦 没事啊 只不过 怎么了 最近的活动都是我们两个人 你可能要多适应一下了 你 都是为了公益活动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 只是看你练得那么好 忍不住想切磋一下 行吗 行了 秦英 你别闹了好吗 我的跆拳道啊 还是清澈哥哥叫的 我想看看 动作是不是忘了 陆徐 你把心情带着 好啊 不是为了你 别自作多情 这下有好戏看了 大哥啊 那个是你亲姑姑 这以为这样才有好戏看 宋星辰什么人 他会打排报我的账吗 我治不了你 有人能收拾得了你 你 我看你 你会打排到你 就现在先走 好了 我等会儿 你会打托了我 我这就会打托了你 都会打托了你 我打托了你 我打托了你 快点了 你再说 我打托了你 髦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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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尘姐 要是待会摔了 要好好保护骨头 毕竟年纪大了 缺个还不好补 输了可不要哭鼻子 我不善于哄小孩的 还有 不准打脸 顾佳勇 我的腿 都说了不要哭了 几岁了 小丽一点 怎么样 一点小擦伤 我们去医务室吧 我才不要你假猩猩 你们送他去医务室吧 轻衣啊 走吧 能哥哥背我去吗 看我干嘛 赶紧去啊 来 先把他服务了 来 这前后后用的 可应该就不用去了吧 来不 下来吧 送手吧 你别走 轻衣 你能不能别耍小孩的脾气了 对一一会儿就过来 你真的喜欢他吗 我当然喜欢他 他是我女朋友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是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所以 那些什么娃娃亲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们不是吗 我们当然不是了 我不管 他就是个妖精 你被他迷惑了心智 对啊 轻衣 一直以来我都只把你当妹妹 是我追求的宋行晨 她是什么样的人我非常地清楚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开始一段感情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 如果可以的话和她好好相处 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跟她说 你说你惹他干嘛 他就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你到底胳膊手管哪边啊 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我祝福为你好嘛 轻衣 你也了解秦车 我说你这边的 他要是心里认定一个人 他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那个宋老板 我也接受一段时间了 也确实是个好女孩 所以 哥哥想劝你一句 你也找一个属于你的人吧 你这样缠着轻涉 不会有好结果的 那行吧 那你先歇会儿啊 我看看对一来不来 啊 哎 哥哥 正好跟你说件事儿 我刚才听到苏清澈的高清说 只把她当做妹妹 是她主动追求的你 让她以后别为难你了 他真这么说 说实话 我以前一直觉得 苏清澈的一直单身 一定是重的 尤其是一个高清澈之后 现在看来 是实话 叶文呀 他在老唐 算是他这个兵手 凭分 你整天都在想什么 我都说了我和唐瑞泽 早已经没有可能了 好 好吧 看你这么偏袒的 我给他加二十 三七分总想 要你多管闲事 高清的伤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啊 对一还没来 那你还处在这儿干吗 要不是刚才你那一伤 也不至于伤到她 要不是你那一推 她也不至于衰倒 那我不也是为了你吗 那你当时在为了我 去看看情况 顺便安反复 高清那个嘴开了疯 我都处她了 你去不去 行吧 行吧 到底是小姑子 为了我姑姑后半身的幸福 这一锅我背了 什么小姑子 八子没一片呢 你倒是急着盘清气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你快去吧 好 我现在这锅我 把气势给你 当时还没有 到人家的感觉 别闹着 我怎么能追着 你把气組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等你啊 我确实叫过高清音跆拳道 但也就是小时候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你刚才和高清音说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敢作出名吗 我们去看过高清音 结果不小心听到了 对不起 让你烦心了 只要你立场坚定 态度明确 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我现在会吵架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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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你的奖励我已经完成了 后台看到了 不错 超合完成任务 那我的奖励呢 行吧 你要什么奖励啊 菜我都买好了 你给我多顿饭 你确定啊 你想好了 要吃我做的饭 可需要点勇气的 勇气我有啊 床备药我都备好了 好吃 还有 第一次正式来女朋友家 总得准备点惊喜 喜欢吗 嗯 进步了呀 好吧 那我今天就好好地展示一下我的厨 走吧 小心手啊 嗯 这样切可以吗 可以啊 你切成什么形状都可以啊 给我拍好看点 知道了 怎么拍都好看 你小心点 我已经开始替代了 好重啊 这 给你盛饭 这个饭好像煮的时候水放多了一点 水只要没过米饭一个手指的关节就可以了 好吧 还有这个西红柿炒饭 这个西红柿好像炒糊了呀 这个肉呢 好像也有点糊啊 防身术的课没上高是吧 素教练 够了 想够了 那你还想不想吃了 想 当然想了 嗯 很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 你快尝尝 你尝尝 怎么样 很好吃吗 你味觉失灵了吧 素行车 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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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我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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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别吃了 拉肚子了 不会 不会 是吗 好吃 真的好吃 你怎么做到的 要是你做的 我都爱吃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看什么 我想喝啤酒 吃鸭脖 你现在下去给我买 这么软了 还想喝啤酒 吃鸭脖 没有没有良心 我刚刚一口没吃了 行行行 我现在就去 嗯 我去洗澡了 嗯 嗯 像是ess! 我们来自然间的 要做做んで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我还买了炸鸡 我陪你去吃完就回去 好 奈何故事牡丹要娶我 我的救援对男友 不是我看的 我萧黎看的 还萧黎前两天来过吗 好吧 没来过 是我看的 不行吗 不是不行是不用 什么意思啊 你的男朋友我不就是救援队队长吗 然后呢 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吗 所以呢 所以现在吃也吃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睡觉了 还不到十点 早着呢 那你还想干吗呀 我正好买了个东西 你帮我试试好不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啊 啊 啊 苏清澈啊 你竟然敢砍我吗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再来呗 再来 哈 啊 啊 啊 苏清澈啊 砍我一刀不够 你还砍我两刀 你是不是男人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不玩了 别呀 挺好玩的呀 换个游戏 嗯 换什么 独木桥 哎 啊 啊 啊 哎 哎 哎 啊 啊 好 衣服不错 我一来就换上了 怎么了 还生气呢 这么早就过来赔罪 我就先放过你了 不过你一会儿走的时候 记得把游戏机给我带走 扔掉 扔掉 什么 什么破游戏啊 无聊 怎么了 怎么办 坐坐坐 我好像落枕了 怎么听着落枕了呢 大家来来我看看 这边 舒服吗 舒服 你再用力点 好 其实还可以更舒服 可以吗 好 你把头往右边转一点 好 我问你了 你平时吃早餐的时候 有关吃什么时候 孙清澈 你是要直接送我走吗 不是 不是 你先别急 虽然过程可能不太美好 但是你现在再动动看看 是不是能动了 好像 真的可以动了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 你好的就好 快快快 吃早餐吧 爱心早餐 好像真的可以了 我吃早餐的时候 有个习惯 我喜欢放些好听的音乐 可以吗 可以啊 嗯 孙清澈 这是我最 好听吗 你没有面子了吗 孙清澈 你是不是魔会啊 你看 孙清澈 爷爷 我丫头来了 还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呀 这这腿怎么了 有人欺负我 谁敢欺负你啊 这么大胆 跟爷爷说说 爷爷好好叫醒叫醒 一个女人 特别讨厌的女人 我还是个女人 嗯 坐下 坐下跟爷爷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大的胆啊 说 怎么回事 我刚从清澈的哥哥那儿回来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他怎么不管呢 不是 什么女人哪 就是那个前相亲对象 前相亲对象 谁呀 就是那个开内衣店的 之前啊 还是个医生 哦 对对对对 倒是有这么当的事 但是都过去了 不合适 吹了 就是那个宋清澈 爷爷你看 这就是他打的 这还真是伤得不清呢 我就奇了怪了啊 你说你们两个素不相识 拔杆子打不着 哦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因为公益活动 他整天缠着清澈哥哥 还嫉妒哥哥对我好 哦 他也在救援队 复杂了 复杂了 但是啊 我估摸着 公益是假 撩汗是真 可能是他工作原因吧 过于开放 三番四次找清澈哥哥 孤男寡你一点不必闲 有点意思 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那女子一直在追清澈 爷爷 你不能抓着盘子就是菜啊 宋清澈前两天还把我整生病了呢 虽然我是个敬业的模特 但是受不了大两天七八个风扇对着吹啊 爷爷 七八个风扇对着吹啊 那太损了 这人品有问题 而且啊 她还是个渣女 和前男友不清不楚 又和清澈哥哥勾勾搭搭的 和前男友还不清不楚 不是这咱们行啊 这是原色问题啊 不行 简直就是个狐狸精 爷爷 总之 您一定要守住底线 绝对不能让这种坏女人进家门 如果真像你说在那样了 我们清澈 就是打一辈子光棍 这种女人 也不能进我们苏家子门 爷爷 这时候 您可得站出来 清澈最天年的话了 你放心 到时候 我肯定请生日出 刘雨 回来了 这些都是我去市场亲自挑的 绝对新鲜 买菜到家 不出家门云购物 你不知道是谁塞的 谁是你 秦云 以后你没什么事就别去队队 为什么呀 你也不是救援队的人 去了不好 待会儿带牠训练 是不是因为那个宋星辰 我不想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我不希望任何人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之所以不当着其他人面 不当着爷爷面说 是因为我顾及你的面子 请这 我跟你说呀 这家呀 必须有个女人 这有个女人 这家才像个家 你 你看刚才 在你那儿切菜 他那儿习菜 画面我跟你说特别温馨 温馨极了 我说爷爷行了 您就别乱点鸳鸯普了行吗 我谈恋爱还是您谈恋爱 你呀 那不得了吗 但是你得谈哪 不是 到现在你没给我个准信 我不跟你安排谁安排啊 我求您了 您千万别给我安排 我又喜欢的人 我喜欢 你喜欢你 你给我带回来一个让我看看呢 我跟你说这个事必须提到日程上来 那前相亲对象是怎么回事啊 是全英英他跟您说啥了是吗 哎呀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你们俩一块长大的 他有什么事 我怎么告诉你 你最后你搞的 你怎么这么回事 我到底想法是什么 你怎么回事 我想说我 他们给他吃了 你看他 未来不过 爷爷 你尝尝这个鱼肚 特别嫩 你也吃 爷爷 我还不吃了 还有很多资料看 我先上去 我陪你 别吃吃 你就陪爷爷 陪爷爷聊一会儿早点回去 爷 一会儿我来吃 丫头 别着急 清澈和宋星辰的事 我会仔细考量的 爷爷 你不觉得 清澈应该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吗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啊 要记住一句话 万般皆有缘 强领的瓜不甜 爷爷 这瓜我不扭就快被别人扭了 那你再记住一句话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行了 赶紧吃 来 再吃坏肉 一点老想着是 这就对了 高清这组品牌照的反响确实不错 流量真的上去不少 这就证明我们垂直受众的做法 型的包装定位非常适合LYS 嗯 我再看看微博这边 哇塞 大家都在夸我们页面设计的高级 说我们脱离了艳俗粉红 但也有人是在跨高清音的 我们的微博怎么多了这么多消息啊 看看 你看 你看 唐渡超标 简直搂不住了 这种现实霸武将军 什么时候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千万老板 买多少赠帅哥啊 男女主颜值满分 简直决绝死 你们 我要去店里看看 你们的CP感真的绝了 视频一火 好多人就顺藏木瓜找到了我们 不错呀 不但给吉夜造出了热度 还给我命来这么多流量 看来得对千诚这小子提出表扬了 不过我可是发现 某些人的男朋友偷偷购买了产品 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跟谁用呢 我在这儿想着促销你就知道笑话我啊 我哪敢啊 可是货我已经发出去了啊 地址就是苏队涨价 对了我还有后面整理完 我去看看货 我去吧 你怎么来了 来庆祝一下店铺销量大涨 还给你带来你最爱喝的 干嘛 我在苏城有一个培训 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块去 没问题 我真想去看看风景 关键是和你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 什么 我要验收一下我的教学成果 在这儿 你现在很危险 有一个大坏站紧紧地从后边把你抱住 应该怎么办 牢牢握住坏人的手臂 向后撞击当骨 能够短时间内让气丧事情弄 不错 现在 这个坏人要都正面紧紧地抱住了你 你挣脱不开 怎么办 双手沉线婉状 猛地扣在他耳朵上 造成耳朵疼痛 赢得生气 他抱得更紧了 耳朵不疼 还不放手 不疼 太好看了 都忘了疼了 你来了 你们进去 但我不存在 干嘛去 您要我今天把这些全部发了 这儿不是来了个免费的苦力吗 靠你了 靠你了 苏队长 你再来得勤快一点 我们都不用招打包阿姨了 本来就不用请了 我就是了 谁啊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小玩儿啊 老爷子 这是您孙儿的快递 我下班正好看到了 给您送过来 好 你看谁进来的 杏骨小野猫 好 看什么看啊 你该盖口一边 幸福小野猫 幸福小野猫 看来是个女孩子来的 我再给她打开看看 反正是快递 又不是信 对了 我再给她打个关 这么多呢 那 Google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 你俩这就是秀恩爱啊 评论里有好多科堂的 效果确实还不错 还给星辰他们的店铺 赢了些流量 过两天苏诚的任务 你俩要一起出差了吧 行啊 兄弟 想什么呢你 又不住一块 倒是你 这次海晨这边 你给我盯紧一些 别出差所 肯定没问题 我心里有数 放心吧 你真有数吗 人员配置 带谁去 你说 我跟你说 那肯定是 电话 喂 爷爷 怎么了 租车 你给我马上回来 我 马上 什么情况 哎 看看看看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啊 生风败俗 私生活混乱 成何其统 报告长官 我的私生活极其健康 不能更健康 还健康 我看你是变态 不是 就你这品德 谁敢跟你介绍对象 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 上次那个就挺好 以后不用介绍 等等 是不是那个不务正业的 不是 这些东西都是他给你寄来的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不务正业了 现在是女性用品专卖店 行了 还汤不还药 不是 他给你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呀 我看着都脸红 这不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是女生平时都会用得到的一些东西 您不认识这些产品 那您就不能存有偏见 我相信您应该是个讲道理的人吧 我再讲道理 一个大姑娘 给一个大小伙子 没事寄这些东西我也接受不了 这就是生意嘛 合理合法的 您不能因为他之前卖什么产品 您就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您啊 只要见到他 了解他 我相信您一定会满意 不是 这这这些都是女人用的东西 你能用吗 我 我不会啊 那我就是买来支持一下他生意吧 你买的 为了支持他的生意 对啊 行吧 小子 有进步啊 知道怎么讨女人喜欢了 行 那买买就买了吧 不过赶紧处理掉啊 我看着闹心 爷爷 这个东西我给您摸摸 我吃完可润 拿走 赶紧拿走 快点 真的不试一下 乌尘滚滚 哦 不过赶紧拿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